我剛剛在錄的過程中 好像遇到了Eddie Scherer Hi everyone Don't forget to subscribe to the Life of Thai as well 哈囉 大家早安 我們等一下新村是THG旗下的一個健身房 他們呢是英國最大的電商平台 而MyPortine呢是隸屬於THG旗下其中一個品牌 所以等一下我去健身房的時候 我帶大家做一下一些胸部的訓練 下午呢有個行程比較遠去 我們要跟亞中大師的IPK做料理 下午的時候呢會去超市選食材 所以我就是開菜單選食材 然後拜拜 知道我說可以怎麼做會更好一點點 等一下我們就去健身房見吧 今天我要做的是胸部的訓練 首先我會先做非常加重 重量呢 用一般的訓練的一半的重量 做個10到12下 先幫女生 讓我的胸部的模糊度展開啦 第一個訓練的訓練是上爪 這個是握頭獎 我喜歡一開始先做握頭獎 然後它的風景會做比較爽 如果你先做其他的動作 你可能會胸部沒有練 這個我大概會做 10到12下 然後4組 LET'S GO 接下來我要做的是中胸的訓練 我中胸呢喜歡用雅人來訓練 所以大家一講的重量是 35公斤可以做到 8到10下 我今天現在鼓了 就算有10下的問題 體力沒有比較好 所以我今天用30公斤 差不多10下 40下 接下來我們要做的是下胸 下胸呢 有這種心疼症 如果你的健身毛病 今天要做的是豬 如果不行的話 可以用這種頭噴的方式的話 也是肯定要下胸 現在出來其實有比較好 你不能把它 重量放得跟中胸的上升也很重 因為我們一般下胸 很難去操控它 所以它能夠呼和進去也很重 所以它能夠呼和進去也很重 接下來呢我們要做的是 下胸 然後練的是下胸 大概是胸肌這一側 這一個圈 圓圈 所以等一下我們在拉的時候 然後感覺上往斜的方向走 不用太重 重量的感覺 接下來呢我們要做的是 下胸 一樣的一台機器 我們把K-pop呢放在最下面 重量要調輕一點點 裡面上都不太好做 一樣由下往上提升 然後我大概也是做12到15下 三組 現在做的是假胸 這是我最後一個動作 因為我剛剛已經練 提上 中 下 現在要練的是假胸 就是內胸的部分 這台機器蠻特別的 它是往前的 一般來講也是 往內夾 它是你往前的時候 用推的去夾你的面袖 所以它面起來還蠻紮實的 如何用10塊英鎊做出一道料理 等一下我帶大家來逛一下英國的超市 走 最主要就是 盡量將碳水降低吧 然後 把蛋白質量給拉高 然後增加纖維的社群 纖維然後用各種的蔬果 彩酥方面 你還加了這麼多 10英鎊 你可以買多少 我沒有錢 我們兩個有20塊錢 太扯了 所以我們很有錢 我們是富有的人 太扯了 太扯了 我們現在找洋蔥跟番茄 最重要的天然心香料 不要太硬 要軟一點的 這樣才50 這樣才50分 好 他們的食材都很新鮮 而且其實都蠻便宜的 這樣呢 才1英鎊而已 我剛剛在錄的過程中 好像遇到了Eddie Schoen 然後剛剛我說 欸你在拍影片 我說啊對對對我在拍影片 你是不是那個 好眼熟喔 你是不是Eddie Schoen 他說 NONONO我不是 是你嗎? 沒有沒有 那你來 我訂閱了 台灣 我們來台灣 好久不見 大家好 別忘了訂閱 The Life Attire 再見 再見 這邊的肉呢 你看它一大殼 200塊台幣而已 它是這樣一整隻雞 這樣才1.87英鎊 大概是 台幣70塊錢 一整隻雞喔 這樣400塊 10塊雞胸肉 非常的重 富豪在這 我們花了17塊錢 還剩了3塊錢 我們只有9塊可以用 小蔥 大力菜 番茄 小蔥 小朋友 班西里的一個調味料 奶油塊 馬鈴薯 還有蘑菇 蘑菇 還有蘑菇 再來是最重要的牛肉 只花了9.2塊英鎊 10塊錢以內 但是因為我們少了一點點調味料 可能需要 借一點番茄醬 欸你們有番茄醬是不是 給你求個番茄醬 我考慮 不行啊 人家給你們借番茄醬 你們太有錢了 我們有番茄醬 而且我們買的還是 reduce sugar ok reduce sugar 健康 健康 我們需要蠻多點的 沒關係 我們不用不要很多 我們原本要做牛鬆湯 可是想說 薑餅豐富鹽醬進去 所以我們這道料理變成 巴西底牛肉湯飯 這道料理也是健康料理 但是我們的飯呢 不是用一般的飯 我們用的是這個 mine protein的蒟蒻飯 它呢是幾乎沒有熱量的 它是蒟蒻 所以它不是一般的澱粉 可是吃起來有像澱粉的口感 所以如果 想要健康的朋友 可以把它換成這種飯 切樣子切得很不錯 太感動了 這道台灣菜 這道台灣菜 主要是靠高麗菜來增加我們的口感 牛肉給切小塊 洋蔥切成丁 然後番茄米切成大概 12分之1的大小 高麗菜的小朋友呢 不小心多滿 所以我們還是把它切進去增加口感 我們再來呢 會先用奶油來炒我們的馬鈴薯 蘿蔔 還有我們的洋蔥 再加入我們的牛肉 把它可以炒熟 然後再丟入我們的番茄 大概半湯匙的奶油 那我們先下洋蔥 剛剛是這樣 我們在做一個台灣的秘密料理 要把牛肉放在中間 然後把它拌炒 把它炒熟 就是要洗到這個蔬菜的湯汁 沒有錯 有一點奶 我們這個料太多了 想說蠻多人要吃的 你知道嗎 洗一洗底牛肉湯飯 沒有時間慢慢的燉 也沒有紅酒 因為只有10英磅而已 我們在預算有限的情況下 要去做出最大的變化 我來刮小一點 再來我們要去洗這個蒟蒻米 這個蒟蒻米呢 你只要把它拆開包裝之後 然後我們用水把它洗一洗 這樣就可以了 非常的簡單 然後我們現在拌炒完畢之後呢 我們要準備的是 加番茄進去 大概一半的 他們要去煎番茄醬 這是最重要的食材 就是我們那邊煎吧 你做任何番茄的料理 零食用番茄是不夠 再加番茄醬下去才會好吃 接下來我們加一點鹽巴調味 還有這個巴西米粉 裡面香氣都出來了 有加了番茄 所以會有一點點酸 但為了整體好吃 我們要加一點點醬油去調味 可是如果你不想要太多熱量的話 你可以改用赤早湯 所以也是不錯的選擇 這個湯需要稍微去燒一下 菜花米炒飯 這個是菜花米 菜花把它 花椰菜 白花椰 對 然後我們還會用那個 Zero rice 你們也用過Zero rice 對吧 對 這個還蠻棒的 可是看起來是好吃的 看起來就很好吃 你吃好 欸 是蛋糕的耶 我覺得口感是不錯的啊 不可以的啊 你是原成的嗎 你還在選擇都能吃 我只要是甜的 都能吃啊 蛋包飯 喔 蛋包飯 香蕉巧克力送你 吃下一個 Good 吃下一個 我想說只有一道不太夠了 我們在做一個洋蔥蛋 用烤箱去做的 希望可以成功 看一下 韓國大神好像做了一個類似 當地的一個雞蛋燒 是鹹的 看起來非常的厲害 我一直吃 我是吃素的 吃素的啊 對 Vegan 所以都沒有肉 西蘭花炒 上次吃了椒 豆腐 洋蔥 洋蔥 對 這個是用番茄醬炒 那個青瓜 其實我也不知道我自己煮了什麼 那你平常蛋白質怎麼補 不會補足夠 因為呢 賣Poutine就不買 賣Vegan系列的 對 我們的好像也快要好了 耶 喔 喔 你喜歡嗎 它上面是 鹹的 上面是鹹的 甜鹹交錯 好好吃喔 這個也很棒 這就是我們的 巴西里牛肉湯飯 我們這次要賣Poutine的蒟蒻米 還有我們的洋蔥蛋 這是我們的台灣料理 這算還蠻入味 我覺得OK 在哪裡 吃一碗他們的醬 那個番茄蛋好吃 辣辣 很好吃 味道整個有進去 它馬鈴薯整個入味 日本他們這邊 他們自己到家裡 跟我們吃起來 味道蠻香的 很接近 跟我們很接近 他們裡面是用香腸 我們是用牛肉 跟人很接近 鼻子